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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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现在就劈下来了 过两天就参加调干考试 我足足的熬了三年 总算熬出头了 我还当你有什么好事 求我进 我还不愿意进 你进得了吗 怎么进不了 嫁个有户口的身上老公 不就进了 用得着你这样费精劳神的吗 谁会要你这样的 要 谁会要你这样的 不过我告诉你 我认识男人多 帮你挑一个怎么样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就你这样的 得了吧 好 晚上好 欢迎光临东坡城 喝 不愧是东坡城里的一枝花 这个人我们在街上见过 是啊 小姐 我们是见过 我们 二位楼上起 小姐 小姐好亮啊 是 腿又长又美 不错 小姐 如果方便的话 陪我们吃一顿宵夜怎么样 对 吃顿宵夜 二位 这是公共场合 请你们自爱 只要小姐肯赏光陪我们宵夜 这点钱小意思 别那么正经了 拿着吧 拿着吧 放开 听见没有 小姐 一本正经 就是 拿着吧 小姐 干什么 走开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呀 没见 快闭一下 这两个家伙由我们来对手 对不起 打 你们想干什么 住手 怎么回事 还不快住手 放 你们还不赶快下去 两位老板 不好意思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杨经理 你也是个聪明人 是 我们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也不在深圳打听打听 是吗 谁敢惹咱们呢 是啊 是 二位老板 今天宵夜我请了 怎么样 二位请上二楼 请 不过 我可告诉你 一会让那个资客来陪我们喝酒 好 好 好 请 什么 要我去陪他们 小姐 你的货闯大了 你怎么敢去惹他们 他们是有来头的 有什么来头 不过是帮流氓无赖 好了 闲话少说 你去陪陪他们 把这事了了好不好 不可能 你不去 不去 我的梅小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东坡城因此遭了秧 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出来乍到 我劝你别惹这个麻烦 杨经理 请你出去一下 我要换衣服了 摆什么大老板的派头 杨经理 你是话里有话吗 梅小姐 你是闯过大市面的人 我们这里庙小 放不下你这个大菩萨 明天起 不用来了 这话还轮不到你说 was你们总经理聘来的 我的走与流 得他跟我商量 用不着 我有权做这个决定 吵什么 你干什么 彭总 那两个破皮又吵又嚷的也不去处理一下 我看梅小姐伶牙俐齿的 处理这种事情她是易如反掌了 彭总真是太抬拒我了 彭总 这两个人可是咱们惹不起 惹不起就别去惹他们 咱们稍微整整他们总还是可以的 梅小姐 这场恶作剧我看没你唱主角是不行 不行 让他来 让梅肉云过来 一定要过来 二位先生 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 没有你去把他叫他来 把梅肉云给叫来 你先出这烟 快去 让他过来 您先别发火 让他来陪我们 如果我们的小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们提出来 二位请原谅 刚才多有得罪 算了 既然来了 就是给咱哥两面子 来喝酒 就是喝酒 有件事还请二位原谅 这间包房客人已经预定了 二位能不能换间房间 谁敢让我们换房间 他有几个担子 就是 来喝酒 料你都能喝酒 这酒我不能喝 怎么 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这酒要是喝了 怕会有麻烦 喝杯酒有个屁麻烦 今天我要接待一位重要客人 现在已经差不多快来了 这间房间就是他订的 妈的 这家伙究竟是哪路神仙 你尽管放心 他来了 由我们摆平 来喝酒 喝酒 这也好 现在我就给二位通报一下 这位客人是谁 是他 来 二位既然已经来了 我们就干了这一杯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 我们改日再喝吧 对 改日再喝 改日再喝 二位来都来了 就索性喝个够 二位请 我们来干一杯 没想见 客人已经到了 什么 人已经来了 二位不是想会一会吗 不必了 是不是想回避一下 对 帮帮忙 请跟我来 快走 快 不要 趁散 你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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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再想 請您地聽歌 聽歌 那多俗迹 我們去南湖划船 也好 这雨真大 难道 谁买的电视机 肯定是苏南买 人家现在是正儿八经的深圳人 这个是台二手货 价格也挺便宜的 我们大家商量了一下就买下了 就差你的四百块钱了 我手上没钱 只要请大家报信念 没钱 没钱你就别看 你说不看我就不看了 眼睛长在我脸上 可由不得你 不得你 自觉一点好不好 挡住别人视线了 这屋子哪比得上你的大公馆 只好将就将就 你就凑合着看 不得你 念平 说什么呢 不看 看着黄眼 怄气 不看就不看 我去冲个粮 他去冲凉 咱们继续看 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宗南 你说什么呢 谁是老鼠屎 你才是呢 敲你那长相像只老麻雀 你什么东西 你 我是麻雀 你是什么 一只没皮没脸的老母鸡 什么 你是我老母鸡 你才是这麻雀 麻雀麻雀 我的眼睛 干什么呀你们 干什么你们 干革命 干什么 还真是我呢 敲你的样 直眼 我打了 你背我眼睛 别打了 你背我眼睛 你背我眼睛 我破笑了 你挥挥挥什么 你怎么会死我 你死死鬼 别打了 放开 你这老妈去 这鸭别打了 你们快奔吧 你撞开 别管我们 来 别 别哭了 别哭了 立起来别哭了 别哭了 出来 醒来吧 什么 我可以 你 这个 我需要 我可以 怎么 你 liquid 也可以 他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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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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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真是壞吧 壞了也得有你陪 你真是壞了 哈ěj 你真是壞了 我已经是壞了 可是撒塌了 你写下說 你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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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下 我写下 你要写下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打架了 谁爱跟你打架了 你呀 就是自讨苦吃 还疼吗 一点也不疼了 你看你 爹妈给你这么一张漂亮的面孔 你都拿她干什么用了 苏南 你不知道 其实我心里吧 也很苦 也不是滋味 我爸妈 都是知识分子 对了 我爸妈已经有点怀疑了 苏南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说你 早知今日何必搬出 王董事长 喜可喜可 欢迎欢迎 都说你的娱乐城有人缘 我抽空来逛逛 您过奖了 王董事长 请 请 老了 真是老了 干拜下风 干拜下风 您老过签了 小鹏 你搞娱乐的怎么又搞起海运来 您不知道 现在九七快到了 深港两地和内地的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陆上运输基本饱和了 我想利用海上运输势在必行 这个想法不错 找时间咱们详细谈谈 好的 小鹏 刚才在门口有个刺客 怎么觉得眼熟 您是说梅若云 显赫一时的梅总裁居然在娱乐城做刺客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人生无常 怎么 王董事长 您认识他 认识 岂止是认识 他当年是工商界的一枝花 这枝花 那么骄横 那么不可一世 我这个老头子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没想到今天他沦落到这种地步 落到你的手下 沦落 我可没这么想 他如今还是那么骄横和不可一世 只不过没有合适的机会给他显露而已 你对他好像了解很深 也许吧 怎么样 让我也领教一下如何 董事长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他也认识他 不过他梅若云不是个寻常女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动他的念头 怎么 连这点面子都不肯给 好 王董事长 您的包间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先走 我去和梅小姐打个招 好 梅小姐 庄总让你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好的 请进 梅小姐 你有事找我 为什么不进来 不为什么 合众集团的王董事长想要见你 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 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有必要 你可以有权不见 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 我当然非常高兴了 他毕竟会给我的商业上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你已经答应了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那又何必来问我呢 我在这里打工 职责又是资客 我没有理由不听从你这个总经理的指示 就像上次 我不也是听从你的意见去充当一个陪酒女吗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码事 一回事 我觉得 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去回绝他 不必了 何必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呢 那好 随你的便吧 是梅小姐吗 梅小姐 梅小姐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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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总说你找我 对 来 里边坐 对不起 我只能占礼服 小妹 在这里碰到你 我很吃惊 你 你怎么从事这样的职业 我心里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王董事长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难道还不够吗 我希望 能在最短的时间里 帮助你解脱困境 使你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 请你相信我 我能很快做到这一点 王董事长可真是大方 好 一点小意思 毛毛雨了 我想知道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不 你竟可以什么都不做 坐享其成 对了 现在我只要你做一件事 坐下来唱唱歌 跳跳舞 开心开心 王董事长也许不太清楚 我们这儿严格禁止三培服务 三培 跟三培毫无关系 我们毕竟是朋友交往 我不记得王董事长 跟我有过什么朋友交往 你 梅小姐 你太过分了吧 你不要搞错 我花钱是为了买快活的 你作为资客 应该让客人满意 那好 你倒酒 倒酒啊 倒啊 把那一杯也倒上 怎么 真的不跟我喝一杯 那好 我喝 倒 再倒 小梅 别假正经了 你和柯天伦那种事 有几个不知道的 最后不也让小白莲给坑了吗 实话说 还是老的可靠 好 好 痛快 痛快 王董事长 如果我给你太太打个电话 恐怕你就不会这么痛快了吧 你让人感到更多了 梅若云 你沦落到这个地步还假正经 你让人觉得恶心 混蛋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让你们老总来 让他来 这样的服务太不像话了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我给您换个房间 不用 就让他这个刺客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可以 可以 对不起 所以这也正好 能夹以给你 维修 他全部打扫了 我把韵 else 打扫了 赶紧 一把 都给我 那么 hits 我们不想 这态 什么 我 他 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叫 멤�fo imioni 杀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hon公 老婆 别怕 暴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 总不至于又得罪了客人吧 还是客人得罪了你 不要太娇气了 魏小姐 这是娱乐场所 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你要是有能耐 就能化解一切麻烦 有一句话你可能不爱听 你应该正是你自己 你要记住 今天的你 要比过去的你难做得多 王总司长 这样的女人 你们居然还留在这里 你趁早给我打发掉 免得晦气 先出个宴 真是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来 你先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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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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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气 好的 下个礼拜我到你单位去采访 再见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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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向东 怎么搞的 一连几天都没联系 什么 现在去南湖公园 开玩笑 我在上班 那你等着 我去想个办法 小胡 我有点私事 待会儿啊 咱们总编来问的话 就说我去采访去了 怎么 事情发脱吧 你别逗了 我哪像你呀 屡战屡胜 我呀 都被搞得灰心丧气了 所幸啊 参加女人单身协会算了 别这么说 这小胡 别忘了啊 别忘了 没有 你怎么在乘家渰 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梦想 别闹了 我都快累趴下了 你有点情趣好不好 真让人扫心 飘荡 CAMUM SONG 今夜夜色如水 山沾的霓虹的奇了又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